歡迎您收看突發奇想 我是安悠奇 今天本土新增八例確診 其中五例 還是跟新北幼兒園有關 不過讓家長們更憂心的是 今天還傳出 這一間幼兒園 白天是幼兒園 晚上竟然違法經營安親班 雖然這個新北市是火速開罰 不過家長們還是炸鍋 灌爆了侯友宜的臉書 因為家長們很生氣 說不要說自己家裡 如果有高危險群的阿公阿嬤 那該怎麼辦 現在這個光是板橋地區 無所學校停課 那為什麼不全面停課 更何況這個基因定序 這個最快明天就會出爐 那部長陳時中 今天似乎已經預告 說不太像是Alpha病毒 那會是Delta病毒嗎 而臺大醫師李秉穎 也特別提醒說附近 有地緣關係的這些家庭 都要用草木皆兵的心態 來面對喔 那現在看起來不管怎麼樣 幼兒園的疫情恐怕還會持續延燒 那後續有哪一些觀察的重點 等一下我們再來請教李秉穎醫師 另外國民黨為了黨主席改選舉辦的政見會 現在看起來余波蕩漾喔 因為政見會結束之後呢 各項民調最高的竟然還是張亞中 還高到大概五十七趴快要接近六成了 所以有政治評論員呢 就形容這恐怕是國民黨面臨的一次毀滅性的核彈危機 但是戰鬥來顯然不這麼認為喔 像趙少康就表示呢 他說這個只要你有這個戰鬥意志啊 他甚至認為國民黨二零二二不會選輸 而且信心滿滿的說呢 說不定啊桃園台北市呢 二零二都可以拿的回來啊 他要年輕人 只要你高喊我是戰鬥男 他說你就可以當選 雖然呢這個有夢最美啦 不過這最後會不會變成國民黨的噩夢一場呢 但是講到噩夢喔 中國呢最近呢頻頻出現不祥之兆 要讓這個中國民眾議論紛紛啊 說習近平最害怕的事情要發生了嗎 最後終於還是要來了嗎 那到底是什麼事呢 好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舔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民進黨立委林俊憲 各位觀眾好 財經專家徐新煌 大家好 資深媒舔陳東好 大家好 資深媒舔鄭佩芬 大家好 好當然我們還是趕快來 來關心喔 新北市幼兒園的群聚事件 到底還會持續的擴大嗎 好現在呢 很怕是Delta的這個病毒喔 因為呢部長陳時中今天有說 看起來不像Alpha病毒喔 但是講到Delta 我們要先來關心 長榮機師 這個呃 因為這個感染了Delta病毒喔 所以呢 這個突破了我們的防禁之後喔 現在到底危機解除了沒有喔 沒想到呢 又被抓包啦 竟然沒有戴口罩在那邊聊天 這是8月28號的時候 有兩名機師 下飛機走出大廳的時候被發現 竟然有一個人沒有戴著口罩呢 就大喇喇的邊走邊聊天啊 後來被抓包之後呢 既大過停飛六個月喔 真的不能再出包了喔 那部長陳時中則說 機師群聚的案件 現在只剩下8個人等待裁檢 不過他認為情況已經趨於穩定了喔 那另外呢就是新北 新北除了這個幼兒園之外呢 又爆出了新的確診 那就是在中和國小又出現了一例 所以這個學校馬上貼出了緊急停課通知喔 除了這個班級要全部停課之外 全校也會預防性的停課三天喔 那到底有沒有跟這個新北幼兒園有關 現在還不得而知喔 但是新北幼兒園的群聚呢 今天呢又爆增了五例啦喔 所以呢加起來前後呢 總共已經造成了15個人群聚了喔 那另外呢這個喔 因為幼兒園的群聚擴大 所以呢截至錄影為止呢 總共匡列了411個人要來進行採檢喔 但是呢新北幼兒園的陽性率喔 昨天是已經來到了六成 那今天又增加了五個恐怕更高了 部長陳時中也說喔 這個老師呢他的CT值非常低 只有十幾傳染力非常高 但是偏偏他在發病的三天內呢 走遍了很多的地方到處爬爬走 所以部長優新恐怕會醞釀數波的感染喔 像這個三重的公託喔 現在就停課進行篩檢 因為有確診幼童的弟妹呢 是在這裡救毒喔 那另外呢台北市呢 這一次呢也有受到了波及喔 所以很多人都在看 接下來侯友宜跟柯文哲如何動起來 這次的補考可不能再輸啦 柯文哲就說呢 台北市三家幼兒園已經停課了 他現在是假設Delta醞釀爆發 而侯友宜呢 則說新北的現在進入強化二級警戒 所以有五所學校停課 視同備戰Delta 而且他強調一旦確定是Delta的話 該升三級就升三級警戒喔 但是部長陳時中說 新北疫情如果沒有控制住的話 當然會有這樣的考慮啊 可是這個阿中部長講呢 現在並還沒有做這樣的這個考慮啦 好另外呢校園群聚拉警報喔 這一次呢波及到了這個幼兒園喔 讓很多的醫生都跳起來 緊張了 因為小朋友不會照顧自己啊 這下子嚴重了喔 柚子醫師陳慕容就說 真的如他的預期 幼兒園爆了啦 而且他說喔 這個隔離是大工程啊 包括孩子的隔離 還有接觸者的這個隔離喔 你要把這個很明顯區分真的很困難喔 那林口長庚醫院兒科的急診主治醫師 吳昌騰則說 病毒最讓人擔心的傳染方式喔 就是氣溶膠傳播 那ICUV是陳志金則說 小孩子感染被隔離 是需要家長陪伴照顧的 因為他們自己不會照顧自己 所以只要有一個人感染 基本上就算兩個了 那醫師周百千則說 雙北桃園的人口密集 比起屏東的Delta疫情 控制難度呢 哇那恐怕還要更高喔 這種控制難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還是請教一下學委啦 你怎麼看這個新北幼兒園 現在這個群聚 還沒有這個稍微趨緩 這樣的一個趨勢啊 但是部長陳時中說呢 這個看起來不像是Alpha病毒 所以他就開始擔心了 那是Delta會不會更恐怖嗎 不是因為這個整個群聚 這個北市那個板橋這個群聚 這個幼兒園群聚的案件 現在陳時中是確定 不是Alpha病毒啦 可是他到底是什麼病毒 因為他其中有一個家長 是從埃及回國啦 那埃及現在流行的病毒株 總共有六種變異株 六種變異株 所以他到底帶回的是哪一種 說實在話我們也不知道 那不過就是說 其中有一個病 那個羅一軍有講到說 這一次六月小朋友裡面 有發燒流米水跟喉嚨 喉嚨痛 我們一直講說什麼 兩痛一水對不對 喉嚨痛 頭痛跟流米水 那這個症狀裡面有流米水 跟喉嚨痛的話 那就感覺很像就是那個 我們最怕的那個 Delta變異株對不對 它的傳染力如果持續在傳染的話 那個說真的 這個破口就很大了 很大空耶 你那個破口也補不起來 因為那個什麼 幼兒園的老師他住在土城 那這個幼兒園本身在 板橋新埔那個地方 對不對 那幼兒園的學生來自哪裡 那府中那一代啊 還有甚至在江紫萃那一代啊 那你知道這個地方的人 他的交通工具是什麼 除了公車客運之外 最主要就是板南縣嘛 那你看那個板南縣 每個人滿坑滿股都是人 如果照Delta 以前外國的那個流行 流行率R0值的 看起來一個R0值可以到6到8 就是一個人可以傳6到8個人的話 那這些家長到底怎麼辦 他如果他都是靠這個接送 或者是在板南縣進出的話 那不是很恐怖嗎 對不對 所以現在大家怕 就是怕在這點 如果照Delta 以前外國的那個流行 流行率R0值的 看起來一個R0值可以到6到8 就是一個人可以傳6到8個人的話 那這些家長到底怎麼辦 他如果他都是靠這個接送 或者是在板南縣進出的話 那不是很恐怖嗎 對不對 所以現在大家怕 就是怕在這點 那所以很多人之前一直在討論說 要不要什麼什麼什麼 幼兒園要降載開放啦 甚至說你不要解除警戒 二級不要了啦 對不對 讓什麼人民 恢復一些比較高活動的啦 現在甚至還有人講說 中秋節烤不烤肉 我就跟你說你整個拿自己的肉 去那邊看 你看這樣你又跟烤肉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情 根本就不需要再去討論這種東西 可以稍微亂一下嗎 你看外國 我真的朋友很多在外國的 天天堅痛的 因為他們 封起來 那個封城 一封都是半年三個月 人家都蹲得住 有什麼亂不住 看到這個你就應該要 開始害怕啦 好啦 那我們講到這個之後 当然也要听到一些好消息 那么那个联雅生计 不是用50位第一剂受试者 接种两剂之后 经过8到10个月 再接种第三剂的时候 他们现在发现说 对原始病毒株不仅有效 他对原始病毒株的 综合抗体几何平均效价 是4018 对不对 那比接种两剂14天之后 增加了37倍 而且里面的血清氧转率 也都达到百分之百 那对Delta更夸张 到了2358 为什么BNT实测才是1321 莫德纳是1268 那对BNT跟莫德纳来讲 联雅都比他高很多 所以他们现在把这些数据提出来 要向食药署进行新的EUA再审 那我是觉得食药署 你真的要谨慎看待 这个如果真的数据可以公确定的话 他没有造假 那是不是应该开放让联雅EUA 对不对 我说实在现在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让老百姓多一个选择 安全的疫苗 真的有必要 因为你看他们讲说 疫苗安全性的耐受度 跟安全性的话 接种后255天到316天 竟然所有受试者 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你这边综合效价又高 保护力又强 有安全性的话 如果这个数据都是可以信任的话 我是呼吁食药署 你就让他过了对不对 高端免疫苗这也过了 这整个给过嘛对不对 这个对于什么国产疫苗的支持度 各方面来讲的话 说真的对台湾都是一个贡献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讲说 那个BNT不是现在来了吗 对包括台积电的那个董事长 刘德英他也讲了 他说要加快那个BNT的检验跟接种 对那陈时中今天有解释说 为什么这一批比莫德纳晚 就是因为他第一批来 他的那个比对的那个四季 他还没有送来 他是一起来的 所以他第一批要14天 拆封就大家都慢慢等 他不是故意拖延 真的要14天 这个就不要再从这个地方 再讲一些有的没有了 不问一下这个郡线 其实这一次大家真的 还是要提高警觉 防疫务必要做好 因为呢我觉得他现在已经 如果他是Delta的话 已经两条线了 一条是长荣基 是已经突破国境的事情 另外呢如果说照公布的 这个幼儿园这个CT值 是两极化的一个十几 甚至一个三十几 那他甚至这个进来的时间 可能更提早了 所以是不是真的这个隐形 传播令其实他已经隐隐约约 是存在的 这个当然要小心 但不管怎么样 幼儿园这个 坦白讲天佑台湾了 到现在这个幼儿园这个事件 爆发出来之后 重点是 现在有医生在质疑 认为新北市的这个处理太慢 就像这个东豪讲的 因为他认为呢 这个这一次新北市长侯友宜 第一他画错重点 第二呢是 因为行政首长本身就松懈了 所以这个疫情才会爆发的 那俊县你的看法呢 这个是我们根据 罗医师 他也一直长期参与这次防疫工作 好好他有特别提掉 提到这一点 就是你地方首长 如果自己先松懈掉了 像三峡群聚就画错重点 那防疫的工作啊 视同作战 你一定要重演 重快 像这一次的幼儿园感染事件 他其实第一时间 他只匡列五十二个人 后来发现不对劲 匡列到四百多个人 那这样 那这样的感染状况 那地方首长如何面对 这个绝对是严格一个考验 对 你说一开始幼儿园这个老师夫妻 他们确诊之后 新北市只匡列了五十二个人 对 结果变成这样 那个时候这个桃园 不是那个长容积师 一万多则的简讯 不是被兰淫骂翻了 那你要那种还是要这种 所以 所以你在防疫工作 尤其像这种 对全民健康的威胁 是不分难力的 千万不要再去做 政治上的操作 尤其侯有于是国民党的报 还不只剩这些而已 搞得很好 所以事情发生以后 我看 在侯友宜下面的留言 大家通通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疫苗不够 这么发生的啦 所有事情都是别人的错 但是啊 地方首长 地方是 防疫的第一线 成败啊 绝对跑不掉 这个事情要非常严肃看待 那么例如啦 像侯友宜第一天他就提了 他说幼儿园老师的事件跟机师确诊 是没有关联 但是第二天他都改了 他说幼儿园老师的事情 不排除是机师的那个Delta的感染 由没有关联 第二天态度变了变不排除 我觉得侯市长不必这样子啦 那这样好像是 好像是说 哎 我们也是受害的 我们也是被动被感染的 你国境不被突破 你中央管制 我们新北市就不会有这个案例 其实这个时间点根本不对嘛 后来我们就发现嘛 第一个 这个老师是八月二十七号就就有症状 对 机师八月二十七号在空中飞 对啊 后来才落地的 对 所以我就说发生这种事情 第一个 你们不要掩盖 嗯 不要盖 第二不要推 对 因为查下去就会很清楚 大家重点是 如何赶快把他控制下来 那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最近博白面是非常成功啦 所以说他民调也一直往下掉 柯文哲说 打两剂疫苗就不要管制 然后精工之鸟过生活 撑不了几年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表达是什么 那大概就是说 学习国外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打两剂疫苗 然后就然后政府就不管了 那确诊一天五万十万 让你们打完事情 反正 反正不会死人就好 因为打两剂大概死的几率也低 然后就完全完全不管 第一个 现在讲这种话 其实他也是在引设说 你现在疫苗不够了 那我先跟大家讲 打疫苗本来就好时间 你像美国能够打到七十趴 他也打六七个月 你本来就有时间慢慢打嘛 那在还没有完全覆盖 或者是打两剂之前 那你防疫工作要做吧 你现在讲的责任跑不掉 那照柯文哲这种说法 你就中央 中央快把疫苗拿来打得住一住 然后你们大家都不用做什么事吗 那不要忘记啊 这个社区感染爆发啊 这个有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 那很多国家 他疫苗打了两剂又如何 每天确诊都破纪录爆炸 可能就是说惊弓之鸟 意思是说这样就不会惊弓之鸟 人民会不会害怕 不是你政府出来说大家不要怕 大家就不会怕了 如果你每天发现 确诊的数字啊 哇一直往上猛冲 你会不会怕 当然还会怕嘛 不要遇到事情就推 不要一直遇到事情就去找借口 找理由 新北事情发生了 我有一起面对 然后如果你有需要帮助 我想 现在资源就集中嘛 因为你这个地方不扑面 就会感染到大家嘛 好不容易才开放 那民众的心理期待那个反差 这个是很重伤的 当然原本期待说 疫情要下来了 那开放的话 经济可能动能就回来了 如果像这样一爆发感染的话 你五倍券还发得下去吗 你证据就发下去 不能用啊 你真的封锁起来 这影响很大 什么该升三级就升三级 这讲起来很简单 影响多大啊 好友谊市长本来还特地加碼 他把炸业准备金拿了两三亿 投入在推广这种五倍券上面 表示表示他也认同必须要靠这样的 像这样的电极棒强金针 一样来刺激经济 那你现在爆发的话 你怎么办 你封锁起来大家不能出去用 经济就死了 所以赶快回来面对这个现实 那大家赶快一起努力 让新北市赶快 新北市渡过这个难关 就等于台湾渡过这个难关 不要再去搞那些政治 不要再讲那些有的没有的 好 关于这次疫情延烧 当然大家心里头都有很多疑问 所以我们也特别连线 台大感染科的医师 李秉颖医师 跟李医师来请教一下 这个请教医师 这个现在新北幼儿园的疫情 看起来还没有停下来 那医师今天有建议说 相关周边有地缘关系的家庭 都要抱持着草木皆兵的态度 尤其如果家里头有老人家的话 可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很多人在讲说 他们这个小朋友 因为真的都蛮小了 他们感染的症状 是不是跟大人有点不太一样 比方说我们要怎么样观察 才会觉得说他们可能染疫 一开始有儿童病例出现的时候 好像就常常有人说 儿童比较容易腹泻 我仔细去找了一下文献 好像没有确实的一个数据 可是可能就是说有一些报告 会说儿童的腹泻 本来成人腹泻大概是5% 那儿童的话可能 10几% 稍微高一点 但是儿童得到新冠病毒感染 其实他还是跟我们的那个成人 没有很大的不一样 只是说儿童他比较不会陈述症状 所以呢 那个像那个什么秀胃觉上司 在儿童就不会讲 头痛喉咙痛他也不会讲 就只有这些比较主观的症状 就有这些 可能是5% 那儿童的话可能 10几% 稍微高一点 但是儿童得到新冠病毒感染 其实他还是跟我们的那个成人 没有很大的不一样 只是说儿童他比较不会陈述症状 所以呢 那个像那个什么秀胃觉上司 在儿童就不会讲 头痛喉咙痛他也不会讲 就只有这些比较主观的症状 这症状他比较少 其他的症状跟成人是类似的 而且儿童发病的严重程度 通常比较轻 大部分是轻症 所以看起来 可能会是跟感冒一样 他也不一定会发烧 所以才会说 你如果有地缘关系 或者是有可能接触死的话 儿童即使看起来是轻微的呼吸道感染 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都要去考虑 要不要去做新冠病毒的检验 因为现在是有社区感染的风险 波音医师 因为现在小朋友染疫 真的很麻烦 他们又很小 不会照顾自己 所以有医生说他们一个人染疫 你就要算是两个人 可是家长 他们在照顾小朋友的时候 真的没有任何方法 可以避免掉染疫的情况吗 的确是没有 因为你如果是照顾小孩子的 妈妈即使他戴着口罩 可能也是会有感染的风险 因为你那个 你可能说满手 你如果接触到病人 你可以想象说 你的手大概都是病毒了 那小孩子又不能够说 没有大人去照顾 幼儿 所以对照顾幼儿的家长来讲 其实的确是一个蛮大的负担 如果小孩子生病的时候 大人要陪在旁边 大人自己可能也要带好一个 非常严格的防护 比如说要带N95口罩那些 否则的话 感染的机会也是蛮大的 不过这一次幼儿园感染了 让很多的这个家长跟老师都很担心 因为他们说 有医生说幼儿园感染 最害怕就是气溶胶的传播 因为这个老师跟小朋友讲话 可能声音要大声一点吗 那这个医生有没有建议 幼儿园可以怎么做 来避免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气溶胶这种东西 气溶胶就是 我们台湾以前讲的悬浮微粒 他的那个例子很小 小于5微米 那他会在空气停留一段时间 所以他会飄 飄很远的一个距离 所以他可傳染范围很大 跟我们平常讲的飞沫傳染 说两公尺之内就不一样 他传染的距离很久 那最近最近几个月 大概很多学者包括国内外 他都认为气溶胶传染 是存在的 那我们要注意这个传染途径 可是我个人认为 所谓的气溶胶传染 就是我们讲的空气传染 他这种非常小的例子 的确是存在的 他里面也可能会有新冠病毒 但是他不是最主要的传染途径 偶尔他首先会出现传染 但是传染的效率并不好 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微小 这个例子太小了以后 他里面含有的病毒量会比较少 病毒的存活时间可能会比较短一点 他虽然这会在空气里面 那个飘浮 但是飘 他不会有一个动力去飘到你的呼吸道里面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那个口罩 說不定还会有一个蛮好的一个 阻挡作用 因为他没有力气 没有后面没有一个推力 他只是飘在空气中的一个微粒子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做社交距离要口罩 理论上是没有办法阻挡气溶胶传染的 可是我们明明就看到说 我们所有的确诊病例 几乎大部分都可以找到说 是有亲密接触 也就是两公尺之内接触 我们的防疫政策是根据两公尺 那个密闭空间15分钟的接触 来去做那个居家的一个检疫的 那这种做法就很成功 跟我们去年一直是能够把这疫情压下来 所以我们防范肥膜传染的一个防疫手段 非常的有效 显示说气溶胶传染 不是一个重要的传染途径 那我觉得幼儿眼最重要的问题 不是说他要考虑气溶胶传染 而是要说 要考虑说那个幼儿 比较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固定的 那个卫生习惯 可能不太容易戴好口罩 这方面的话就是要注意 那如果是没有办法做好一个 完全隔离的措施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 不過医生 因为这个基因病序 明天才会出炉 可是今天在记者会上 陈时中部长 有一点像预告的感觉 他说这一次这个幼儿园的这个疫情 看起来不像是Alpha病毒 那意思就说很像是Delta病毒 那所以很多人也在讲说 比方说Alpha跟Delta 他们之间的这个症状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区别 可以稍微观察的出来啊 那个 因为全世界现在 旅客来来去去 那个境外一路的那个病毒 大部分都是Delta病毒 所以当然幼儿园的这个 幼儿园的这个群聚 当然是Delta病毒的可能性 比较高一点 因为他可能是境外带进来 然后再设计发生传播的 那我觉得说我们好像 是不是对Delta病毒过度恐慌 好像有的人会认为说 接触病毒是不可担的 疫苗也担不住 那个我们的口罩也担不住 那我们就准备不要清零了 我自己是没有觉得那么悲观 他虽然是一个比较凶的一个病毒 但是他不是没有办法担 他的可传染期比起武汉株 有人研究说可能多了一两天 他的病毒量可能跟武汉株比他多了一千倍 一千倍的一个病毒量 他其实他的传染的能力 可能就会增加一個LOG 對數的一千倍 就是LOG兩倍三倍這樣子而已 那而且我們看之前屏東的案件 我們用那個檢疫隔離的方法 還是讓屏東的Delta消失 所以Delta並不是不可 不可抗拒的 我覺得 國外的Delta疫情之所以那麼厲害 不完全是 他不可控 不完全是疫苗失效 而是因為我看 包括美國以色列在內 我去看了一下他們戴口罩情形 他們幾乎都放棄戴口罩了 我覺得他們的疫苗政策 好像就是打了疫苗產生群體免疫 大家就可以過著正常生活 就可以不必有社交距離 就可以不必戴口罩 所以在沒有戴口罩的情形之下 你就失去了一條防護 我們要逼其就知道 戴口罩這些防疫的一個錯 他就是一種疫苗 他就是一個很有效 可以預防新冠病毒的疫苗 你只靠打針的疫苗 想要去控制疫情 讓大家能夠過完全正常的生活 在目前 新冠病毒 還有社區流行的情形之下 我覺得是有點 不太實際 那台灣的話 因為民眾很配合 所以我是會比較樂觀 大家如果配合的是說 不要群聚啊 然後有症狀趕快去做篩檢啊 那嚴格去遵守居家隔離 跟自主健康管理的一個做法的話 還是有可能會 讓這個ZETA病毒的傳播鏈 整個打斷 不過為他這個冬豪 現在這個新北市幼兒園群聚的事件 今天又加了這個五個確診案例 而且部長陳時中說 說不定後面還後續可能還會有 看起來還沒有停下來這樣的一個趨勢 不過這一次呢 這個大家也在檢討說 新北市採取的這個動作到底夠不夠快 包括一開始讓這個五所學校進行停課 可是聽說家長炸鍋了 這個上這個侯友宜的這個臉書 把他灌爆了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說 你五所學校停課有什麼用 別的學校都不會被傳染嗎 你應該板橋全面停課才對啊 那你怎麼看這樣的現象 這個更何況呢 現在這個新北的疫情 現在也大概波及到了這個台北市 但是侯友宜跟柯文哲 兩邊感覺上要動起來 是不是有點較勁的味道 其實我們在看這一波的時候 那麼講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在全台灣只有三個縣市首長可以互相比較 而且你可以從他們的作為知道說 誰做的相對可能比較好 不過先講 並不是贏了一個回合你就永遠會贏 每一個回合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哪三個縣市 一個是桃園市 因為它是國門 你只要看到任何新的變異株 桃園一定是首當其衝 不管是客機或貨機的機師 或者是路径的旅客 從國外回來的國人 桃園就是第一關 所以桃園永遠會是在考驗之中 第二個呢一定是台北市 台北市為什麼呢 首善之區 那我們從過去的例子可以知道說 台北市作為一個一波疫情的源頭 的機率遠高於新北 那第三個一定是新北 為什麼 人口最多 住宅密度最高 對 疫情不只考驗我們 也考驗這些政治明星 我們講政治明星的能力 這時候我不是在看聲望啊 是他的能力好不好 我用一個手板 這是ET2DAY做的 我們直接先看柯文哲 第六名 可是你知道嗎 他上一次是第二名 他每個月都做嘛 那上一次第二名到這個8月的時候呢 就是8月 其實做8月的 8月底的 為什麼會掉下來 因為我們柯文哲的柯市長講太多 然後做到的呢太少 最簡單 但重複一次 就是他讓他在講說 台北市不用疫苗的時候 就能夠清零的時候呢 環南這個北農就發生了 就是他不知道他的 他的轄區裡面有狀況 那侯友宜呢 一直都高高在上 他一直都是第一名 為什麼 新北市的疫情 那時候曾經比台北市嚴重 可是後來新北市很穩定的 把疫情壓縮壓下來 好那這一次 DELTA來了 如果 我們現在可以把假設 你現在看到的幼兒園 我 因為經濟地區還沒確定下來 對 陳時中只講說 不是不是ALFA 指向可能是DELTA 或其他的病毒株 對 那你就把他當你是DELTA 也就這一次的幼兒園 如果是如果真的是DELTA的話 就是台灣面 社會面臨的第三次 DELTA進入到我們的社區 對 屏東之後 長榮基斯 長榮基斯這是幼兒園 這是會對 侯友宜是個很重大的考驗 對 那柯文哲跟他一定會形成對照組 鄭文燦也變對照組 好那 那這裡面的做法該怎麼樣呢 今天呢 今天兩個 柯文哲跟侯友宜都有開記者會 柯文哲的記者會比較好玩 因為台北市有兩個國小也中招嘛 他講一句話 就兩個國小中招 就要隔離四五百個人 有點抱怨你知道嗎 我中兩個 然後我要框一個四五百個 那 會不會有較勁會 所以呢 這裡面呢 你要看他的表現 比如像柯文哲 我們還是用柯市長 因為柯市長今天話比較多 然後剛好都吐到何友宜 他們兩個今天有點餘量情節了 因為以前 人家柯文哲好歹是第二名 但是因為上一波台北市沒處理好 就掉下來 他後來又講了什麼 他說你不要有一例喔 就被嚇到要封城要幹嘛 其實這句話不一定是對的喔 關鍵不是一例或兩例 關鍵是他有沒有散出去 對 所以你在看一例兩例 然後何友 當然何友說如果有一例就要 就要這個類似要封城 講說該升三級 他說該升三級就升三級啦 這個也不是正確的態度 因為我那麼講齁 在上一次α的時候 在五六月的那個 那個雙北的狀況 實在是有夠慘 很多我認識做餐飲的朋友 年輕朋友 那三個月 你知道那個撐得很辛苦 甚至有老店都收掉了 對 如果你再來一次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 該不該升三級這件事情 該怎麼做 你一定要很謹慎 不能用喊口號式的 也不要把它當甩鍋 就該升級不是你在電視上 不是你在開記者會 喊說 陳時中就是要中央 你來宣布三級 要不要升三級 並不因為 陳時中宣布 你的壓力就會變輕 不會 但是你如果認為這樣 就可以真正的甩鍋 也沒有用 為什麼 我還用桃園做例子 如果國境這一關 隔離 因為很快 我們就會發現 隔離14天以後 可能還有傳染 那你如果隔離14天 還不行 那你怎麼辦 對 第二線 靠縣市首長 靠縣市的防疫 所以第二防線要守好 第二防線失守 那就是全國三級 可是我必須要講 我覺得侯友宜這次的 反應速度有點慢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 好 要舉證 你可以上侯友宜的臉書 去看他 因為桃園是9月3號嘛 然後4號 5號6號7號 我們侯市長都有寫臉書 嗯 就你你如果 你如果 如果你在你在擔心說 你的你的新北會受到 長榮機師的影響 嗯 那麼你對於幼兒園 發生的第一時間 嗯 我不是說要不緊張 可是 你就會覺得 那個框列的範圍 可能不夠 新北框列的好 框的滿 嗯 兩個禮拜差不多沒事 大家可以鬆一口氣去過中秋節 哦好 可是這波如果框列的不好 有漏網之餘 對 明天一宣布萬一又是Delta 嗯 不要講說你會不會去烤肉 如果明天宣布是Delta 嗯 新北的框列 因為超過三天 哦 從一開始9月4號開始 一直在框框框框框 框到現在 搞到板橋應該有十個學校了吧 嗯 應該有超過十個學校還是五個學校 就說你如果這幾天你都框的很好 嗯 不管是暫時停課 局部停課 全校停課 嗯 你框的好 其他的縣市受影響的機率就小 對 但是 有沒有框好 嗯 過去這三天 就已經決定你未來兩個禮拜 嗯 同樣的 對於柯文哲柯市長來講 嗯 一樣 他他這次有比較緊張 嗯 可是他框的好不好 嗯 有沒有 新 也是有台北到新 到柚文去的 嗯 你有沒有漏網至於 嗯 哪曉得 就是從現在開始看未來兩個禮拜 嗯 如果所有的一切就到此為止 好好 恭喜大家 會有一個比較快樂的中秋節 嗯 萬一沒有 對 你敢出去嗎 嗯哼 就很白嘛 對 萬一沒有你敢出去嗎 所以事情 說實在也沒那麼複雜 嗯哼 真的耶 新北市度過這個難關了 我們這次又過一關了 問一下這個清皇 很重要耶 可是你看 在這個過程裡面 為什麼 像這個剛剛俊宣講的 羅俊宣醫師其實 他是暗指說 新北市長侯友宜 他就是因為 手掌鬆懈了 所以才造成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到底有沒有冤枉這個侯市長 另外就是看到說 你看新北幼兒園這個老師 他的CT值這麼低 結果呢 他發病了三天 他跑了哪些地方 他還去大賣場耶 他這個做公車搭捷運 都是人很多的耶 而且板橋那邊 我們光想到板南線 那人山人海 真的心裡 你都不會害怕嗎 那怎麼會變成這種情況呢 對 我們給觀眾朋友先從一張圖 跟三件事情 去了解一下整個脈絡 為什麼這樣講 各位可以先看這張圖 其實昨天我在這個別的節目上 在談這張圖的時候 我們大概已經發現說 哇 事情大條啊 為什麼事情大條啊 因為他的幼兒園的位置呢 在這個地方 是非常靠近捷運 你可以發現捷運新普站這個位置 那這周邊呢 有菜市場 然後有人來人往的商店 這邊基本上就是個人潮密集區 不但這樣子 而且這一間幼兒園的周邊 大概還有五六間的幼兒園在附近 所以表示他附近的人口相當的多 相當密集 而且應該有不少年輕家長 把自己的小孩送到這邊來 那另外一個是 這邊也有商店的這個機能在裡面 然後你再去看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昨天大概下午在講的時候呢 因為等於說 開記者會告訴大家 昨天有九個案例 這九個幼兒園的案例裡面 有八個學生 再加上一個學生的家長 就是一個媽媽 所以呢這九個案例 一發生完了之後呢 後來我們晚上再看到的消息是什麼 晚上再看到的消息是 就你會發現 在新北市 這一個舉光國小 江翠國小 跟新浦國小 都被點名了 而且被點名最直接 是新浦國小的附設幼兒園 說又有一個確診的案例 所以你看 新浦幼兒園距離這個 四八幼兒園近不近 很近 所以這告訴你說 這個區域裡面基本上就是人口密集 如果一旦要傳播的話 他傳染的可能性其實是很高的 那再來我們昨天也同時也知道說 這個因為九月六號的時候 最早最早出來是九月六號 新北市政府公佈的這一對夫妻 這對夫妻的太太 他就是這個幼兒園的老師 他是住在土城 所以他從土城搭捷運板南線 再到新浦這邊來再出來 所以等於板南線來來回來來回 利用的過程裡面 當然人家就會讓人家想到說 這裡面也有多少傳染的可能性 所以再怎麼樣 我們昨天在判斷的時候都認為說 昨天九月七號的時間 如果你這個區域看起來 已經像是一個有高度傳染可能性的話 再怎麼樣 你是不是要設一個這個快篩站 就近在幼兒園的附近 或者在這裡多設幾個 因為畢竟這邊人口多嘛 結果呢我在看的時候呢 想說哇 結果有三件事情 讓我覺得是很訝異的 哪三件事情呢 各位看這張圖先確定說 板橋這個區域裡面確實 是人口稠密區 不但人口稠密區呢 他的幾個周邊都是學校 然後跟幼兒園所在 所以他本來就很敏感 那我們再看三件事情 是說第一個你看喔 這是九月六號 所發出來的新聞 也就是最早 新北市所公佈這案例的時候呢 他說這個有兩個這個染疫 包括其中一個 就是這個幼稚園的老師嘛 就是這一則新聞 這媒體所登出來的時候 那媒體登這個這一頁 各位看還不打緊 最重要是下一頁 下一頁告訴你說 市府緊急匡列了五十二個人 這五十二個人是哪些人呢 包括四十二個小朋友 再加上十個他的教職員 那所以 那你當然會想一件事情啊 佑琴你知道我第一個反應是什麼嗎 爸爸媽媽咧 對啊 小朋友都不要爸爸媽媽帶回家的嗎 而且他們都不會照顧自己喔 是 平常跟爸爸媽媽黏在一起的喔 對 所以我禮拜天看到這一則新聞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是 你匡列了這個小朋友 匡列了這個 這個學校的教職員 那爸爸媽媽怎麼辦啊 然後爸爸媽媽接觸過的人怎麼辦啊 就是如果他是 傳染性比較高的病毒的話 就像我們講 如果假設他是Delta 傳染力本來就很高的話 爸爸媽媽跟爸爸媽媽接觸過的人 他可能被傳播的機會都很高 所以我禮拜天看到這一則新聞 九月六號的時候 我就想說匡列五十二個人 這會不會哪裡怪怪的 結果好啦 昨天九月七號的時候 果不其然 就除了小朋友之外 有一個媽媽 他就確診了嘛 到了今天 尤其我們也發現到今天有三個媽媽也確診了 所以小朋友等於是說 這個在學校裡面 在幼稚園得到了這個傳播 然後帶回家裡面 在家戶內傳染給自己的爸爸媽媽 所以這是我提到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匡列隔離會不會 速度太慢了一點啊 會不會人數太少了 你光是聽 你光是聽到這個 他發生在幼兒園裡面這個場域 光是那個場域 你的匡列範圍其實就要變大了吧 因為小朋友不可能是自己一個人住一戶嘛 他一定是跟爸爸媽媽媽一起住嘛 那爸爸媽媽也有他平常往來的社交圈嘛 所以他的匡列在我在看的話 至少他就有三圈嘛 就是你看到小朋友一圈 爸媽一圈 然後爸媽的友人接觸過的人一圈嘛 所以這三圈才是合理的接觸範圍 所以他怎麼樣數字都不會是到五十幾個人嘛 那今天看到新北市那麼匡了 大概到一百多個人的時候呢 我覺得數字會不會還是有一些可能存在的盲點 導致他匡列的可能不見得這麼的全面 尤其是我們今天看到 新北市今天還是有好幾個地方出現 不管是停課或者是局部停課的情況 那他都告訴你一件事 就說這裡面有沒有可能傳播出去的可能 那如果有的話 那我們要做的是要把它堵下來 所謂堵下來是說 你這時間要做就是類似像快篩站啊 多設一點啊 然後該隔離的隔離 你不是才能夠控制住這疫情嗎 至少我們很明確知道區域在哪裡嘛 這是一件事 而且今天不是有傳出來 那個幼兒園的經營的情況 他經營的情況就是被人家發現 他有違規的狀況 那違規狀況是增加他接觸的風險 什麼意思呢 就本來白天他是做幼兒園 到晚上他又進行安親班 而且這安親班呢 他還是沒有照的 那沒有照等於說他是違法在經營 違法在經營呢 他又增加了一個擴散的可能性嘛 那所以呢你這老師或者說你這個 相關的這個人員兩邊在做支援的時候 你就是把疫情有可能兩邊在帶 所以他的風險又提高 那你安親班這一段你看喔 本來白天這邊是幼兒園 另外一邊是安親班 那幼兒園的風險帶回家了 然後你又把這個人再帶到安親班來 安親班的又帶回家 所以就等於是兩頭帶嘛 所以我們才說 這第一個在匡列隔離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一個大工程 第二個我們在講什麼呢 我們在講是說 今天很多家長也在聞一件事啊 就是這個區域裡面有這麼多的學校 就是有局部的停課 然後也有全部停課的情況 那其實他標準是什麼大家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板橋的家長很急啊 他想說這個情況之下 到底是要停課還是不要停課啊 會不會停課對大家來說是比較好啊 至少你在以防疫來講的話 你這個時間還要難道還要到學校去 哇你想到都覺得心裡好像怪怪的 會不安心嘛 所以停課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很多在這邊的家長 他們想要問的事情嘛 那第三個最重要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 侯市長有一件事情 就鐵漢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有的事不要講太快 什麼意思呢 就他今天又講了這個深三級 這種喊話式的行為 那為什麼我說這種行為啊 講太快不好 是因為他之前就是因為講封城 講太快 到疫情真的很緊張之前 你一直講封城封城封城的時候呢 結果我們都知道後來的結果 後來的結果就是 大家為了怕封城 所以趕快到賣場去排隊 到賣場去群聚 到賣場去呢 各位去想想那個行為喔 我們到賣場去的時候呢 這包餅乾這包泡麵一定是你摸過 拿了之後啊我不要我放回去 然後下一個人來了之後 看一看看 哎我要了我拿了 所以假設我上一個人 他是有身上帶有病毒的 他在那邊摸完摸來摸去之後呢 我再跟他接觸再帶回來 相對是不是被感染機會增加 而事實後來證明 因為後來有資料可以證明 在上一波他喊完封城之後 很多人真的是在賣場裡面 群聚被傳染的嘛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說 就身為市長就是有的話 真的不能講太快 你真的要慎重思考之後再來講 那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當他講三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聽到的時候 我一整個傻眼了 為什麼 就你的這個區域的病毒狀況 到底是處於什麼情況 你還搞不清楚 基因定序也還沒有出來 那他傳播電到哪裡也沒有出來 各位去想一件事情喔 我們台灣在經歷了五月到七月 這段時間 五月十五號到七月中左右 這段時間 台灣的餐飲業跟零售業損失 都是超過三成四成以上的啦 對 然後甚至很多的店家呢 因為要求你的這個 室內容流人數不能超過一定的數量 所以呢 他乾脆我經營 我倒掉我不做了 我店收起來了 所以這一段時間 很多人是沒工作沒飯碗 然後呢 是看著自己的事業失去的 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當今天降二級之後呢 哇很多人跟這個看到沙漠裡面的水一樣 你知道嗎 那要救命耶 就想說看能不能重新再站起來 結果呢 當他今天想要重新再站起來的時候 你以為這些人也希望疫情爆發嗎 他當然不希望疫情爆發 所以你防疫上有任何的需要 這些餐廳 這些店家 這些經營的人 他一定都會配合你的 可是你不能在一個狀況都還不明朗的時候 趕快跟人家說 這個該升三級的時候要升三級 不管有沒有要升三級 一般人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有一定的依據 所以你在講這個話 大家的心裡的恐慌感會增加 所以我們才會說這也是為什麼 今天陳時中部長就直接告訴你 真的要升三級的時候呢 一定會升三級 但現在就是還不到那個時刻 那現在為什麼不到那個時刻 又請我們回來講一件事情 難道侯市長在這一件事情上面 你沒有努力的空間嗎 有吧 你知道我在看到整件事情的時候 有一個縣市讓我突然眼睛為之一亮了 那個縣市叫苗栗縣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幼兒園有個小朋友 他的足跡到過了白沙屯拱天宮 去跟媽祖去參拜 所以這個行程他去了之後呢 那當然這個小朋友 那是他的足跡 他在那邊有沒有傳染人家 這不知道 可是苗栗縣政府至少就啟動 在當地要設置快篩站 就九月六號 他被新北通知的這個消息 九月七號 他們就著手準備要設置快篩站 所以九月八號 他們就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苗栗縣的動作是快的哦 他知道足跡來過之後 我趕快設個快篩站 就一方面安人心啦 二方面避免接下來的風險 可是難道這件事情 新北市不要多做點什麼 或者跟上這個步伐嗎 我覺得新北市在這件事情上 是有很大的補強的空間的哦 至少再怎麼樣 以新北市的角度來講 或新北市長的格局來講 把這個狀況控制在板橋這個範圍內 然後把這個疫情給撲滅掉 不是對全國來說最好的做法嗎 所以我們才會說在這個時間 以這三點來講 我還是建議侯市長 你可以看看在新北市 在板橋這邊你可以多做點什麼 至少多做做快篩站 或者是請這個中央支援 所謂的大規模的PCR 可能對這個地方的疫情控制 都會比說在這個時間喊說 該升三級就升三級 比喊這樣的呼籲喊話來的有幫助 看看柯文哲那時候 五大市場的時候 本來民調還挺高的 一下子就摔下來 所以侯友宜是應該要緊張一點 也難怪呢 柯文哲現在有跟侯友宜較勁的味道 因為機會來了 但較勁結果如何 和我們後續再來觀察 不過這一次新北幼兒園疫情爆發之後 有一些家長很生氣 就是說為什麼只有五所學校停課 應該比方板橋 就是全面停課才對 那侯友宜現在也講就是說 如果確定第二條的話 該升三級就升三級 醫生認為有這樣的必要嗎 有到三級這樣的必要嗎 我覺得現在還沒有的樣子 當然我們要滾動式的去檢討 那該升三級的話 我想就可能 就是覺得說這個檢查太兇了 我們這樣子 做隔離檢疫可能倒不掉 所以趕快考慮要升三級 我自己因為比較沒有那麼悲觀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還是有可能會把它控制下來 至於說為什麼只有四家又遇遠關閉 其他不遇關的話 因為這個牽涉到行政方面的問題 下去的情形我不知道 我也沒有辦法評論 不過另外就是說請教醫師 因為現在這個Delta病毒 有傳出就是像這個長榮機師 他是打了兩劑 然後完全接種之後突破性感染嗎 那這個突破性感染是 可能發生在所有接種疫苗的人的身上 還是有比較好發在什麼樣的族群嗎 所有的人都會突破性感染 我們說以BNT疫苗來講 他的臨床試驗95%的保護力 也就是說他5%的人會產生突破性感染 那現在碰到折打病毒 折打病毒在一般的研究裡面都會發現說 他疫苗打了以後 對於折打病毒的保護效果 會下降10-30%左右 平均大概會下降20%左右 所以95%下降到75% 就是說你如果碰到折打病毒的話 你有4分13的機會會發病 但是這四分之三的人大部分都是輕症 因為疫苗雖然不一定能夠依反傳染 但是他可以預防 重症的效果 仍然會維持在九成以上 這個是疫苗最大的東西 就是說疫苗的保護效果不是百分之百 他雖然讓你不會重症 但是有一定的機會讓你產生輕症 就是突破性感染 另外就是 你有可能會帶成 出現帶病毒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包括很多外國人 尤其是臺灣進進出出出境 國境的人 不要以為說打了疫苗 你不會感染到 你就可以放鬆 不必 不必遵守那個防疫的規定 不過醫生因為現在 如果說幼兒園這個是Delta的話 是不是就表示我們另外一個 這個傳播鏈已經成型了 因為Delta大家其實心裡還是蠻害怕的 甚至有醫生建議說 如果是Delta的話 那隔離期應該要從14天 甚至延長到18天 那Delta的這個特性是什麼 是不是請醫生再跟我們講一下 還有就是說 如果碰到Delta的話 現在這個隔離期 我們的這個防疫的政策 真的有需要做改變嗎 Delta病毒的資訊 還不是很完備 不過根據我們現有的資訊看起來 他就是第一個 他的防殖力比較強 所以病人身上的病毒量 可以到武漢病毒的1000倍左右 所以他傳播力比較強一點 另外就是他的可傳傳染期 也會長一點點 大概是長個一天多的時間 那就是從他還沒有開始有症狀之前 大概一到兩天的時間 他就會有傳染力了 至於說 他在有症狀之後 他的隔離期 或者是他的潛伏期需要隔離多久 這件事目前還沒有資料說 他必須要那個 觀察比較久 因為不管是武漢株病毒 或者是其他變異株的病毒 他最久的潛伏期就是14天 雖然可能有百分之一以下的機會 那個潛伏期會超過14天 但是那個是很少數的例外 我們沒有辦法去完全去 為了那個少數的例外去延長隔離期 所以目前沒有證據顯示說 解答病毒 因應解答病毒 我們的隔離期必須要延長 倒是因為他的傳染性比較強 所以我們就是要更去加強我們的一個 防疫 很重要的一點是即使你打了疫苗 你還是好好戴口罩 你還是好好的洗手 不要以為說自己已經有抗體了 就已經不怕 解答病毒了 那另外一方面 我想我們的那個國人也不要太緊張 不要以為解答病毒就是好像是 百毒 我們沒有辦法防範的大紅網 他一定會到處傳染 也不是這個樣子 以前屏東成功防疫的例子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的一貫的一個防疫做法 如果做的滴水不弱的話 還是有可能把別人打病毒的傳播鏈 把它打斷 所以我覺得解答病毒本身 他在國內外的情形可能不一樣 這牽涉到國內外民眾 他的對防疫戴口罩 這些的配合都不太一樣 那我相信在臺灣那個政府的領導之下 民眾的配合之下 我們還是可以打好這一仗 不過因為大家一聽到Delta 真的會害怕 你看這兩天本來是說 這個高端可以隨到隨打 哇這兩天這個衝出來 要打高端的年輕人變很多 那另外這個臺大公衛學者 就是詹長玄教授 他有建議說以前講說 同島一命一人一劑 他認為現在這個政策要改變 他認為說第一劑跟第二劑 應該要同時進行 不過他也說如果第一劑跟第二劑的覆蓋率 落差太大的話 反而會形成破口 那醫生您的建議呢 我覺得就是要觀察這次的疫情 到底是怎麼樣子 我們現在只知道說 在一個某地區的幼兒園有爆發感染 我們還不能夠很好的去決定說 他流行或影響的地區有多大 就要看最近在將來幾天 那個疫情的走向來決定 如果我們未來的疫情就是 每天出現五六個確定確定病例 而且都是在那個地區的話 那我們也不必太緊張 因為他就是沒有大規模設計擴散的樣子 相反的 如果你一下子又像上次萬華的事件一樣 一下子幾百個人 生病幾千個人生病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是必須針對熱區 就是一個比較有流行的地區的人 是不是要補強他的第二劑接種 尤其是容易接觸到病毒的人 像醫護人員 防疫人員 司機這些 因為方面要加強對於 那個容易有高風險因素的人 接種第二劑 包括老人家有潛在疾病的人 所以現在我覺得還沒有辦法 完全看清楚說 未來疫情的影響範圍會是多少 那最近的兩三天是關鍵 不過醫生 因為這個我們還是提醒大家說 防疫工作要做好嗎 因為現在有傳出來說 比方說這個新冠疫情 不管是輕症或者是無症狀 其實都很可能會有這個長期的後遺症嗎 那小朋友也是嗎 對這個新冠病毒的後遺症 到底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會後遺症 這個國家報告研究都不一樣 我看過有人說 百分之六十的那個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 就是都會留下後遺症 那不過不管怎麼講 兒童如果得到新冠病毒的話 他的疾病嚴重程度是比較輕的 他後遺症出現的機會 也會比較少一點 那我是有看過一些 兒童那個得到新冠病毒的後遺症的報告 他其實他那個感染以後 最常見的後遺症 並不是很嚴重 他就是會殘洗咳嗽 類似這樣子 但是我們知道 新冠病毒在重症的病人 他可能會全身跑 他也會引起全身的血管血栓 栓塞 然後引起類似腦中風 或者是說肺部 那個血管栓塞等等這些 如果你這個在重症的時候 有影響到腦部 那引起血管的栓塞的話 那麼以後留下後遺症的機會就比較大了 神經的後遺症有的時候就影響到你的智力 影響到你的運動跟感知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在兒童也有報告過 他有的時候得到新冠病毒以後 會留下一些神經的併發症 但是他的發生率就遠低於成人 得到新冠病毒的一個發生率 不過醫生因為現在這個傳出這個病毒 不停的這個變種嗎 又一個說法是說病毒越變種 其實他的這個 本來是說傳染力會越弱 那甚至是病狀會更輕 可是現在看起來好像這個GELTA病毒 並不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我們病毒一個新興的病毒 跟我們人類會越來越共存 也就是說他會變輕 這是應該會出現的傾向 然後他傳染力可能會變強 也不一定會變弱 因為病毒的突變 他就是好像進化論一樣 就是傳播力比較強的 他會變成優勢的一個病毒 傳播器比較弱的會被淘汰掉 另外就是我們的免疫系統 會逐漸去適應病毒 然後讓他變成輕症 像2009年H1N1新型流感 他就是一個大突變的病毒 他在第一年的傷症力很強 但是我們看他到了兩三年以後 他的重症比例越來越低 我們現在感覺到不到他的存在 但是他的傳播力還是蠻強的 就是我們現在最主流的H1N1 那個流感病毒 還是2009年出現的那一支 一直到現在 就變成跟我們和平共存 那新冠病毒其實也有這樣的趨勢 我們現在看起來 解答病毒他的傳播力比較強 這是本來在進化論上面來講 就是一個必然會出現的結果 因為他必須傳播力強 他才會變成U4P種 然後把原來的武漢豬把它壓下去 然後我們去看以色列的流行曲線 去看英國的流行曲線 我都有仔細觀察過 就是他們最近因為解答病毒出現以後 疫情很顯著的上升 比如說他上升了100分 然後他的死亡率也上升 但是他只上升了2-30分 就是說那個死亡率看起來就是 不像以前武漢豬一開始來的時候 那麼嚴重 他其實看起來是 有點像是輕症化的樣子 尤其是我們在 如果打了疫苗以後 他更會輕症化 所以我想未來的趨勢呢 就是可能就是 新冠病毒會跟我們長期存在 因為他傳播力太強了 他世界上沒有辦法完全去跟除他 但是他重症的比例會越來越少 未來 不過醫生最後一個問題請教 就是說因為現在大家這個 疫情起來之後會緊張嘛 所以很多人講說 我現在如果不打第二劑的話 會不會很危險 還是說打第一劑 其實就可以稍微比較安心一點 打第一劑就有保護力了吧 對我們的保護力跟你的看體是有關係的 看體越高的話保護力越高 那平均講起來的話 那個不同的疫苗保護力不一樣 就在RNA講起來的話 他的第一劑疫苗打了以後 可能是百分之五六十的保護力 然後我剛剛說你碰到解答病毒 他的保護力會下降平均20% 也就是從五六十%下降到 三四十% 還是有保護力 但是你傷症的機會會生病 那如果是疫苗的話 他是七八十% 你給他減個二三十 他也是會掉下來 但是一劑疫苗不會完全沒有保護力 但是說他會生病的機會就比 比你打兩劑疫苗來高的很多 所以就先不用恐慌 有打過第一劑 至少稍微心安一點了 不用急著說 我現在還沒打到第二劑 我可能很危險這樣子 對啊就是說你即使打過一劑 你也是要知道 你必須要戴口罩 洗手 洗腳消毒 我一直在講 口罩洗手 這個就是一個很有效的疫苗 你即使噴到病毒 你戴好口罩 他病人沒有直接對著你噴口水的話 你也大概不會得到感染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一個重要的疫苗 我們不要忘記他 好 但是我們來看到 中國最近 頻頻出現了不祥之招 所以這個不祥之招 你現在已經到讓中國民眾議論紛紛 說難道習近平最害怕的事情要來了嗎 也問一下學委 到底他最害怕的是什麼事呢 這個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他今年1月28號 他在那個 中國共產黨的一些政治局 集體學習的會議上面 他才告訴所有的人 想說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要做好應對各種可能料到 但容易什麼 忽視危險的灰犀牛事件 另外要注意什麼 發生率低 可是一發生就有重大衝突危險的 黑天鵝 要做好應對各種黑天鵝的狀況 對 所以他就那時候就講說 黑天鵝他最怕看到 可是你知道8月5號那天天安門廣場 就剛好那天你看 這升旗典禮結束 一結束之後 突然間就有一隻黑天鵝飛過來 那大家就講說 你這隻黑天鵝也很奇怪 你為什麼飛來的時間這麼的巧合 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這前幾天才講到說 他們要在北京宣佈成立證交所 哦 才要成立證交所 黑天鵝就來了 對那黑天鵝就告訴你說 用於金融市場跟商業生活習慣 就是這個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嘛 就黑天鵝嘛對不對 你這講完要做證交所而已 你就打成這隻黑天鵝 這隻白天鵝不知道 這個時候飛過來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前幾天啊 中共有一個延安 陝西延安的窯洞群 竟然因為連日下雨之後 你看這個六孔窯洞有沒有 竟然整個坍塌下來你知道嗎 所以很多人就在 最多的人就在質疑說 完了 這個連老巢都倒了之後 又是不是又是一個 拍給丁 又是一個不好的預兆 真的黑天鵝也來 然後那個延安老巢也倒了 對中國大陸 到底是不是出現什麼問題 我之前講過說 阿富汗的問題對不對 其實美國撤軍喔 他其實是從糞坑裡面 好不容易爬出來 因為以前蘇聯在俄羅斯 在阿富汗裡面 丟了多少金錢在裡面 美國這20年來 丟了2.4兆美金在裡面 阿富汗依然是這樣的一個 衰敗樣對不對 所以美國他不願意再丟錢 他跑掉嘛 那這個整個事情 是不是丟給中國去承擔 那我們再分析一下 為什麼會承擔 因為他現在中國大陸 他們也知道這個是一個深坑 一直拒絕靠過去你知道嗎 為什麼 最主要就是塔利班 現在不是邀請中國 參加一個阿富汗新政府的 成立大會有沒有 他們誠摯邀請 邀請中國內好朋友 他們在幾次的談話裡面 就講得很清楚嘛 他就告訴你說 我們需要你們給我們資金 支持阿富汗的一個經濟重建 那個穆賈希德 就是他們的神學室的發言人 在義大利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也是講得很清楚嘛 塔利班將在中國的幫助下之後 努力實現經濟重建 那已經看清楚了 你就是要拿錢來 我才經濟重建 對不對 中國是經濟大國 對阿富汗很重要 阿富汗重建發展 都需要中國的支持 他特別強到經濟就錢 就是拿錢來就對了 所以他會邀請說 你看我們要成立大會 我們要尋求世界的支持跟承認的話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好兄弟 不是口口聲聲說兄弟嗎 是啊 錢給不給呢 邀請你來對不對 那可是那個汪文斌 就實在是很誇張 那天他在記者會上面就講說 支持阿富汗主建 開放包容 有廣泛代表性的政府 特別是周邊國家友好相識處 說得不啦不啦不啦 說得一堆堆堆堆 後來人家說 到底你要不要去參加 人家的建國儀式 新政府的主建儀式去不去啊 他竟然最後一個回答是什麼 目前沒有可向你提供的訊息 什麼 你說頭真的都說正小的 講了一大堆還什麼 亂七八糟幫覆他們重建 可是告訴你說 沒有可向你提供的任何訊息 就表示說他們也不敢去嘛對不對 也不敢承認啊 其實我跟你講 為什麼他們很怕那個 阿富汗神學士的塔利班政權 你知道嗎 其實在阿富汗喔 他們總共有四個鄰國 包括四個斯坦 他們講說土庫曼斯坦對不對 烏茲別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還有一個巴基斯坦 這四個斯坦就是圍在阿富汗旁邊 其中有個土庫曼 土庫曼這個國家的話 對中國來講最重要 因為中國啊 現在靠了兩條天然氣管線 一個是從俄羅斯過來的 東部天然氣管線嘛 另外一個就是從土庫曼來的 中亞天然氣管線喔 這條天然氣管線 控制了中國的天然氣需求的 百分之五十以上 對不對 他長度一千八百三十三公里 他這樣完延的進來之後 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什麼神爵士 到時候你如果不拿錢 來給我花一花的話 我只要找個人有沒有 在你這個一千八百三十三公里的管線上面 突然間 沒問題給你拿一顆炸彈喔 你中國的能源就毀了嘛 對不對 而且接下來你看 我們並不是還講說 他們之前說要給他們幫助嗎 還什麼一帶一路嗎 講了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 你說實在話 他們任何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宣布任何的合作計畫 那如果到時候 那個什麼 神學士火大對不對 我就支持你的新疆獨立 東途街斯坦 我再多一個斯坦的鄰國 那國也沒差對不對 那中國不是打個摸在燒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在這個威脅恐嚇之下 我想喔 阿富汗以後 應該會把中國當過提款機 源源不絕的提款 好那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之後 他們真的現在跟你中國是完真的 他們現在把所有的軍力 武力能源的話 資源的話 放在對抗中國上面 最近有幾個事情 讓人家覺得比較誇張的一點 不知道是中國有意無意還是怎麼樣 他故意放出這些消息 最近有一個美軍的RQ180 在菲律賓 一個海島上現身 你知道這個RQ180 逆中無人機 他已經研發了十年 可是之前你問他的話 他都跟你說無可奉告 他就是神神秘秘 不想讓你知道 對美軍來講 這個是神秘的 不得了的東西 對他十年來都否認他的存在 只到去年十月 才公開他的照片 那9月2號 在菲律賓這個海島上 被人家拍到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 哇 首度現身在亞太地區 就表示說 他把亞太地區 當作他的重要的那個 經濟地點 所以他把這個 最新的無人機放在這邊 那你說這個無人機 有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個無人機 跟B-21轟炸機 長得非常像 體型非常大 你知道嗎 他們綽號叫做大白扁壺 他的高 飛行高度 進行到2萬公尺 而且是所謂的網路 跟偵查平台 他可以立即 除掉戰場上出現的 直接威脅 也可以在尚未形成 重大危險之前 就指引你的那些 攻擊武力 將其摧毀 以後只要在戰場上 他只要放一台這個無人機 在天上的話 就等於他可以連結 衛星跟你所有的資訊鏈 所以哪裡出現問題 我只要一偵測到的話 我可以指引最新最近的武力 進行攻擊啊 我舉一個例子說明 今天F35他出來之後 發現一個攻擊目標在那邊 對不對 可是我所攜帶的飛彈 跟武力沒有辦法把它打掉啊 那怎麼辦 我就把所有的訊息 通知這個 RQ180無人機 這個180他馬上搜索 告訴你說 附近幾百公里英里 或者幾百幾千英里外 有一艘驅逐艦 上面有超高音速飛彈 叫他直接指引下去 就直接攻擊 所以你看 有這個RQ180之後 他飛到中國上空的話 整個中國就在他的 所有偵測範圍之內 那最近這個 又有一個 無人水上載具 一個郵寄兵號 他是用後輪改裝的 對不對 他竟然發射了一個 叫做標6飛彈 標準六型飛彈 英文是RM174 你知道這個標準六型飛彈的話 以前他是放在 神盾級的行洋艦 跟驅逐艦上面 這一次竟然放在這個 油寄兵號的這個 這個船上 這表示說 而且他這個發射箱 有沒有發射艙 竟然是跟貨櫃一樣發射器 就表示說 以後這個飛彈 標6飛彈 他可以放在任何的一些 船艦上面 船隻上面 那我跟你講 這就是他們 美國現在最新的 叫做分散式殺傷的 一個作戰概念 你現在中國不是有什麼 鐵殼船嗎 民兵船一大堆嗎 我現在連貨輪都可以發射這個 這個標6飛彈 那標6飛彈 他是針對什麼 你知道嗎 超音速反艦飛彈還有彈道飛彈 你覺得說這沒什麼對不對 你知道超音速反艦飛彈 他們就是貼面飛行 貼著海面在飛行的 大家都知道說地球是一個球面 對不對 所以等到通常船隻的雷達發現這個 反艦飛彈來的時候 通常你的反應時間就有一分鐘 那問題是我如果這個標6飛彈 搭配上的E2D的鷹眼偵察機的話 我可以很早很早以前 就對這個貼地 貼著海面飛行這個飛彈 就可以把它攔截擊落 還有所謂的彈道飛彈 我也可以擊落 更厲害的是這個標6 現在已經變成陸基型 他現在是可防可攻 除了說你可以防守之外 我可以進行攻擊 幸好台灣 我說實在 台灣的成功艦跟紀德艦上面 我們有標3飛彈 就比方說跟這個標6差不多 只是比較舊心一點 所以我們的武力 不要看摔自己台灣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講說 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 最近在關島上面 美國放了B-52H的核戰略 戰鬥轟炸機 不知道放幾台不知道 我以前就講說 這個叫做同溫層堡壘轟炸機 對不對 他的最高 那個什麼 他的作戰半徑高達7000公里 而且你知道嗎 他的載彈量是多少 你知道嗎 31.5公噸 公噸 他一台飛機 可以載31.5公噸的炸彈 甚至任何的飛彈 戰補飛彈 什麼任何的攻擊型武器 所以你看 他現在把這個飛機B-52H 放在那個關島的那個基地有沒有 就告訴你說 這個美國把這些重兵 往亞太這邊集結的話 對的是誰 可想而知 就是對著中國來 所以呢 難怪這個中國最近天安門廣場 也出現了 這個大不吉利的黑天鵝 然後呢 這個中共的延安老巢的這個搖動 也因為呢 也不管是年九四 就還是沒有人氣 整個給垮了 所以對習近平來講呢 他當然是憂心忡忡 更不要說世界各國 現在呢 民意這個反中的情緒 是越來越高張 可是我們來看 在國內呢 這個國民黨呢 卻是反世界潮流而行 我們來看一下 不只中國有小粉紅 其實我們台灣 哎呀 漢言 也有很多人搶當小粉紅 當然呢 講到這個 中國國民黨呢 他們在舉辦了 這個黨主席改選的政見會 余波蕩揚之前 我們先來看 中國喊獻籍令 怎麼跟國民黨也有關係呢 因為中國一喊獻籍令 小粉紅動起來了 尤其是針對張鈞令 張鈞令呢 有一篇十一年前的碩士畢業論文 就因為寫到 我國兩個字呢 小粉紅就瘋了 小粉紅就說 你是台獨 後來還逼著張鈞令的這個工作室呢 還發了一篇聲明 聲明裡頭寫 我堅定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 不過呢 這番話呢 也惹怒了台灣的這個網友 要這個張鈞令呢 放棄國籍 所以呢 真的是夾在這個中間裡外 不是人 而且國民黨也出來譴責了 不過國民黨這次呢 哎 大王有學到這一點教訓呢 所以譴責的是小粉紅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羅志強說 小粉紅搞到最後啊 台灣人人都台底 那時候最不最開心的 不就是台獨人士嗎 然後趙少康怎麼說 趙少康說 小粉紅玻璃心太脆弱了 現在才知道 還說呢 張鈞令用我國沒有錯 有事你們就衝著蔡英文去啊 北京不應該讓小粉紅治國的 他說真看不懂中國在幹嘛 你還看不懂嗎 小粉紅敢罵這些人台獨 敢出征演藝圈 不就是北京的態度嗎 現在這個是真的是裝睡的人叫不行啊 另外呢 國民黨憋罵小粉紅 自己當起了小粉紅嗎 因為蔡總統說 不走軍事對抗的路線 我們只希望跟鄰國和平共存 這樣子也不行 鄰國兩個字呢 國民黨跟國台辦都跳起來 趙浩康說 如果他是鄰國 那你是什麼國 那不就變成兩國了嗎 還說蔡總統呢 是兩國論的快閃族嘛 那國民黨則說呢 哎呀 要記取一九九零年兩國論的教訓 那個時候連美國都不支持台獨啊 你現在還停留在一九九零年嗎 現在都已經幾民國幾年了 另外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呢 則是聽到國民黨跳出來講 馬上跟著跳出來說 民進黨妄想藉著外部勢力以武巨頭 那只會帶來災難 會玩火自焚啊 但是呢這一切看在退役少將 余北辰的這個眼裡呢 余北辰呢 尤其在看完了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政見會之後呢 真的失望透底 說國民黨失去政權 民眾跟年輕人的根本原因就是 自己把反共招牌給搞丟了 好但是呢 我們看到呢 在這個戰鬥欄的這個帶領之下呢 國民黨是不是已經和社會脫節了呢 而且呢這個狀況呢 恐怕連國民黨內部的年輕人 自己都已經快受不了了 國民黨文傳會的副主委 國民黨的政召心說 黨根本就討厭年輕人 當黨內年輕人 希望擴大民意支持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這樣太弱 這是小綠 可是在這個社會上 根本基本共識好嗎 前韓國瑜總部的發言人 李廠志呢 則說 不要說年輕人不支持你 要問問你支持過年輕人嗎 但是呢 有一個人信心滿滿 那就是前中廣董事長趙少康 趙少康說 年輕人別怕 拿出戰鬥精神啊 明年選舉 只要喊出 我是戰鬥欄 你就會當選 這個信心哪來喔 然後他說呢 他也有 服選年輕人的計畫 還說二零二二國民黨 不會選輸 臺北市桃園 還很有機會拿回來呢 好這個就問一下 這個青皇了啦 趙少康說 只要你喊出 我是戰鬥欄 你們這些年輕人 就一定會當選 而且呢 我覺得國民黨黨主席 幹嘛還要選呢 黨主席已經出爐啦 就趙少康啦 趙少康說 服選年輕人的計畫 他都有啦 你怎麼看這齣大戲啊 這齣大戲 我剛剛其實眼睛看到三張圖 那三張圖啊 第一張圖是 趙少康在上面講的說 這個小粉紅太玻璃心了 太脆弱了 這個用我國這個字沒有錯 然後呢 你們如果有事 就衝著蔡英文去 哇你要想說 小粉紅出征 這個張軍令 怎麼會是跟蔡英文有關係 當然不是為了蔡英文來的嘛 小粉紅在後面的煽動 一定是有民族主義的情緒 在最後煽動的嘛 然後所以 他為什麼要衝著張軍令去 你去想一個最簡單的事情 正因為蔡英文 沒有在中國賺錢 所以小粉紅很難出征 蔡英文 出征也沒用嘛 正因為張軍令 是在中國有賺錢的 所以他出征 他拿他的民族主義 去對付張軍令 有用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小粉紅 不會去出征 蔡英文會去出征張軍令嘛 這麼簡單的邏輯 但趙少康也不知道 那可能他知道 他故意無視 喔 那就回到第二個圖了 哪個圖呢 就是剛剛上面 鄭兆欣的那張圖 鄭兆欣不是在抱怨說 啊 國民黨就是討厭年輕人嘛 對啊 然後說這個年輕人 現在講的話根本就是小綠 但是這明明就是社會共識啊 但是問題是 你就從趙少康講的話 就會發現 他連基本的社會共識 跟社會常識 他都丟到一邊去了嘛 所以兩張圖是相呼應的 所以最後帶到第三張圖 就是你剛剛所秀出來的 趙少康說年輕人別怕 拿出戰鬥精神 我就是戰鬥男 有我輔選就會贏 那我請問你 那你已經否定了社會共識 你也否定了社會常識 你還要國民黨內年輕人 相信你那一套 最後說相信我就一定贏 如果這不叫盲目 什麼叫盲目 如果這不叫餘性 什麼叫餘性 那你已經否定了社會共識 你也否定了社會常識 你還要國民黨內年輕人 相信你那一套 最後說相信我就一定贏 如果這不叫盲目 什麼叫盲目 如果這不叫餘性 什麼叫餘性 他就是嘛 所以這三張圖看起來 就呈現一個很諷刺的態勢 基本上就是兩個字可以形容 叫做反制 所以你連基本的常識 都不讓自己知道了 還叫自己黨內的年紀 跟著你相信 然後還告訴大家 要相信你會贏 這不是很奇怪嗎 然後我們再來看張軍力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剛剛說 小粉紅基本上要出征你 就是不講理啦 而且他就衝著說 因為你在我中國賺錢啊 所以我出征你天經地義啊 你來我這邊賺 對不起 我要你貴你就要貴 你要貴我喜歡的姿勢 然後我才准你在這裡賺錢 這就是小粉紅的心態嘛 他就是用一種 極端自卑下的極端 極端自傲的心態嘛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給大家看一個圖啦 今年三月的時候啊 因為很多中國的藝人 都被迫要對新疆棉事件表態 所以很多藝人喔 小粉紅幾乎是一個一個點名喔 誰誰誰你為什麼沒有出來 幫我們講話 你看美國人在欺負我們耶 當時張軍力也是被要求 表態之一的藝人喔 所以張軍力發了一份聲明說 這個張軍力女士她的工作室 終止跟Adidas品牌的一切合作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利益 張軍力表態過 不是沒有表態過 也才今年的事情而已耶 2021年今年三月耶 為了維吾爾為了棉花議題的時候呢 跟自己的Adidas品牌商直接切割耶 他表態過耶 表態過結果現在竟然又來出征他 你想說十個才六個月而已 這個保固時間也太短了吧 為了出征他還把他十一年前論文裡面 兩個字給挖出來 然後呢這個論文是什麼時候 各位這個論文是張軍力 二零一零年拿到了這個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措施的論文 他們之所以小粉紅不爽 就是因為上面有一個我國演藝人員經濟管理之法 之問題啦 這個我國兩個字讓小粉紅追打就說 啊你看張軍力既然說台灣叫做我國 表示他心裡沒有中國 心裡沒有祖國 心裡只有台灣 然後張軍力的工作室喔 發了聲明喔 發了聲明說兩岸都是中國人 張軍力這件事情得罪一大票台灣的網友耶 很多台灣的網友說 欸誰准你代表我繼續講說兩岸都是中國這句話 我哪有授權給你准你代表我 你憑什麼講這種話張軍力話都講到這種程度 在台灣已經被罵翻了 來各位看一下 中國的小粉紅什麼態度 中國的小粉紅態度分兩種 這個小粉紅的態度啊 第一個這個他上火線這個發聲明了之後 小粉紅就說啊有本事你發IG 你不要只有發微博 微博只有我們中國人看得到 所以你去發IG 欸還叫逼他發IG 小粉紅覺得說你這沒誠意 你只有發微博 微博只有中國人看得到 然後呢你要發IG 全世界才知道說 你承認是中國人啊 好這是一種 那第二種呢說 啊你這個聲明 只有發到微博上面去不夠啊 中國的平台這麼多對不對 拍影片你可以到Bilibili上面去啊 然後你如果是發那個其他 你也可以發到新浪上面去發個新聞嘛 他說你應該到各大平台去把你聲明發上去 你怎麼只有只挑微博 這個不滿意耶 還不滿意 還不滿意耶 後來呢 他出現了一個更奇怪的事情 你看台灣有網民啊 網友啊 就像我剛剛講的 覺得你憑什麼代表我說 兩岸都是中國人 對不對 有網友不爽說 那你就放棄台灣國籍 我告訴你 在這件事情上面 兩岸達成共識啊 有小粉紅就說 張軍力 你如果真的有誠意 你就放棄台灣的國籍 直接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啊 所以你看看 做到這種程度 小粉紅一樣不滿意 人家吃乾罵禁要把你踩到地上去 就是這種心態 而且我覺得 內行人不要講外行話 就趙少康 像羅志強啊 鄭趙欣啊 在政治圈都打滾這麼久了 你們會不知道 中國的這些小粉紅的背後 都有中國特定的幾組政治勢力 在後面放縱這些行為嗎 對 他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無腦的行為 在發作而已嘛 一般誰可以隨便翻牆啊 中國如果對於這種小粉紅言論 他認為這個東西是不可以存在的 早就山光光了 等一下我們講給大家看三號的事情 你就知道了 中國真的不想讓這些小粉紅言論存在 他早就山光光了 他不會讓他存在 這些存在的背後一定是 某些力量願意讓他存在的嘛 所以你只有單點小粉紅 你趙少康敢不敢面對 他們後面的那些大傢伙講話 沒錯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嘛 所以內行人不要講外行話 講這種話來騙人 那另外是現在 像我們這種在看財經新聞的 中國竟然連財經的微博 財經的這些自媒體也要封 而且一封也封了很多 包括其中一個 我之前常看的一個 三百萬粉絲數的 一個叫股社區的 也封起來 為什麼封起來 他只要帳號裡面 涉及到有看空中國股市 跟金融的都封 所以一封封了一堆 那人家就講說 哇這個金融市場 還有只准看多不准看空的啊 那你乾脆要求你股票 就只准漲不准跌好了 那以後全世界 漲最高的股票 就是中國的股市啊 所以大家就覺得 有這麼荒唐的道理 只准看多不准看空 然後我們再可以看 各位看最後一個圖 也是我覺得這幾天 網路上發酵最經典的圖 在國民黨內啊 由下道上老中心三代 各位會發現行為都很像 什麼意思呢 最下面那張張亞中 手拿大關刀 然後要衝人家的擋怒 這個行為呢 有人說比較像 關二哥的跡身 在起跡的時候 就拿著那把大道出來的行為 至少在台灣 好像這比較常看到 然後中間是羅志強 你看喔 他的左右兩邊啊 一邊寫說這個 中夭別走孫悟空來演 天啊 我請問你這種文字的寫法 你要怎麼說服年輕人 這個很正常 這連哭手都稱不上好嗎 底下那個說是要拿關刀 趕溫神 對 然後中間這個還講說 什麼小強神匹 蕭鐵如泥 你怎麼看都覺得很奇怪嘛 那這個是年紀五十一歲的 上面那一個是三個最年輕的 他在喝哭啊水啦 所以你要想說 你在想表現公共事務的場合 做出來都是像這樣的行為 你怎麼去說服台灣年輕人說 這樣的行為是正常的 而且啊 各位我們最後我講一句話而已 假設面對到台灣現在疫情的時候 假設你看到像 不管是Delta Alpha這些病毒的時候 這個樣子 你會放心 讓他來面對台灣的治國嗎 我問一下這個佩芬姐 其實你看喔 現在這個 國民黨現在正在進行這個 黨主席的改選嘛 結果呢 第一場這個政見會結束之後呢 民調最高聲量最高的 竟然會是最輕忠的張牙中 而且他的手段是最激烈的 然後接下來呢 另外一個呢 搶盡聲量當然就是趙少康 趙少康講說 明年選舉只要喊我是戰鬥籃 你就會當選 還說呢 他有服選年輕人的計畫 2022他覺得國民黨不會輸 台北市桃園都還很有機會 可以拿回來 這跟義和團有什麼不一樣 你講戰鬥籃 你就刀槍不入了嗎 所以你怎麼看國民黨 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象啊 而且呢就像 這兩個年輕人所說的 你支持過年輕人嗎 國民黨壓根討厭年輕人 其實我覺得看這些板子上 這樣講以後 你會發現國民黨現在亂成一團 然後各說各話 然後每個都自走炮 那我就想問一下 國民黨到底 你這個政黨的理念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人才到底在哪裡 這四個人在那邊 沒錯 張亞中他的聲望最高 我坦白在這邊講 他在發表政見之前 連我們的校友群組裡面 都在幫他拉票 在那個Yahoo裡面 所以他的開始的民調 就一路領先 也是大幅領先其他三個人 他真的是非常勤奮 我刪掉以後又來 刪掉以後又來 一直在幫他拉票 所以他的聲望是真的很高 但是你也不能否認 他今天的那個做法 跟那個主張 有沒有一點韓國瑜的影子 有 所以我想韓國瑜部分的韓粉 事實上對他是有興趣的 佩佩姐你這樣講 他真的很容易選上 國民黨黨主席 但是話又說回來 網路聲量不代表 國民黨的黨員投票 但是他可能會影響 一部分的黃福星黨員 可是群組裡 不是都是藍的嗎 藍軍的 對但是黃福星黨部 他有一個組織系統 所以不見得是 因為事實上他的聲望 就是說在網路的聲量 不等於投票的結果 如果網路聲量代表 投票結果的話 韓國瑜就已經選上總統了 因為那個時候他的聲量 真的是最高 在網路上 那同樣的你說今天 那個張亞中那個 那我為什麼這樣講 你說忠心以人才為本 這個每一個人你在想 他們過去對國家的貢獻 對成就每一個人都有 那你說今天這些人 站這邊特別是那個 拿關刀的那個 你說他在這個國家社會 在黨內他有什麼具體的貢獻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2008年 那個陳水扁案子的時候 他還被一個小女生 騙了600萬不是嗎 還打官司 我想這些大家都應該印象很深刻 但是我是覺得 國民黨弄到今天 當然你說江啟臣 是不是一個很有領導力的主席 沒有 因為他只做過立法委員 而且是現任立法委員 15個縣市加上那35個立委 完全一盤散沙 那些縣市長跟他完全 好像是不搭嘎的兩回事 各玩各的 然後一點都不能夠集中力量 那你說他是不是真的 親中或者反中 事實上我覺得你親中跟親共 是兩回事 那國民黨這些大佬們 很多跑到大陸 甚至是親共 那不是親中 連那個川普的那個 那個叫做龐皮奧 那個國務卿都知道 習近平是黨的書記 他不是中國的領導人 他都把他分開 因為余春茂這樣教他的 所以事實上 共產黨是一回事 你是沒錯 你有9000萬黨員 但是中國的14億人口 不是每個都是共產黨 所以換句話就是說 你今天親中跟親共是兩回事 那些退將們 還有一些親共的人士 常常跑到那邊參加他們的集會 老共在上面講話 他們就在下面聽 還要站起來之類 那是親共 那不是親中 那你說當初反共 不是反中 我覺得把它分開來 你國民黨至少要有一套理念 你也許跟民進黨的不一樣 那民進黨事實上坦白說 民進黨坦白說 他就是一個傾向台獨的政黨 沒什麼不得了 一直以來都是 那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你當初的一中一台 一邊一國或者兩國論 他就是這樣子一套東西 對 他一以貫之 而且你知道像你會提兩國論的時候 你國民黨很多官員也沒有反對 所以換句話就是說 你真正那個什麼反共跟反中 是兩回事把它分開來 不要搞到一堆去 那國民黨今天的悲哀就是說 你今天到今天為止 你完全在國際上沒有聲音 因為他跟國際完全斷念 你在美國沒有代表 沒有聯絡處 你在日本沒有 你在歐盟沒有 所以所有的消息 都是民進黨的消息 這個很正常 那你今天完全就是 自己在國內搞 玩得很高興 你不管你拉官道也好 你不管幹耍寶也好 你只是在台灣玩 國際上根本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那你說趙薩康這個時候 會成立戰鬥欄 他認為說他可以凝擊股力量 我上次有講過 他說今天大概六萬多會員 那就是他的那個戰鬥欄 那他認為這一群人的話 可以所向無敵 那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還有在證明 你是不是真的說我是戰鬥欄 你就會選上我覺得存疑 但是也不能否認有一部分的市議員 縣議員還有一些立委 真的是投到他那邊去 而且他真的是跟他混在一起 我覺得那個鄭道欣說 國民黨不喜歡年輕人 我覺得那是錯誤的 你所謂年輕人 國民黨跟年輕人 就是年輕人在國民黨 有沒有發展的問題 你比如說像民進黨 我今天如果有自從政 我就當市議員的助理 等到市議員高升去當立委 我就去選市議員 等到他那個立法委員入閣的時候 他就去選立委 一路一路就上來了 國民黨不是這樣 那我常常在笑你知道嗎 因為當年回國的時候 我跟呂秀蓮成菊 我們一起搞婦孕 所以那些大佬 常常吃飯完了就很高興說 你在幹什麼 人家都已經當副總統了 當這個當那個 你怎麼還在這裡 那我就回了一句話說 很不幸因為我參加的是國民黨 那就是對國民黨來說 像我這樣的條件 給你那些位置 已經是真的很不錯 所以很多國民黨的教授說 我是樣板 但是事實上對於一個民進黨 或者一個年輕人來說 那個不是樣板嘛 比如說很多那個市議員 跟我說國民黨的議員 他說我已經做到老了 我還在做議員 所以他就最後沒辦法 就托黨去選立委 當然沒選上 可是一個問題就是說 國民黨從來沒有 真的培養年輕人 那我說忠心以人才為本 那你當然要培養年輕人 蔣經國當初會 這個力排眾議 推一些這個叫做 崔台青 你知道他常常在報紙上 看到一篇好的文章 就把人家約來 覺得他理念不錯 他就真的安排你到 比如說黨部團部 各個部門去繞一圈 最後就把你拉拔上來 國民黨到今天沒有 那馬英九做了八年 你問他有栽培過任何一個年輕人嗎 沒有啊就是他自己 所以他到今天打官司 你看陳水扁坐牢打官司 還有一群人支持他 馬英九跑法院 就他自己一個人跑啊 因為你沒有關心年輕人 所以年輕人也不會支持你 所以我覺得在國民黨裡面 如果你這個不改的話 你光是還是這些人 在裡面講一些話 耍那種耍寶式的 拿個關刀 跑到人家黨部去耍的話 我相信很多知識分子 是不能接受的 不過東豪你怎麼看 國民黨現在的困境 國民黨困境其實非常有趣 其實剛才聽那麼久 我那麼講 就拿趙浩康趙浩康來講 他那時候選台北市議員 說40年前 那時候他跟阿扁同一個 都在台北市 然後阿扁跑去選台南縣縣長 趙浩康變成台北市第一高票 那時候他的第一高票 輸給了阿扁 那個時候趙浩康才幾歲而已 了不起30吧 經過40年以後呢 國民黨的政治還是看趙浩康 就你現在看到的國民黨 誰在決定國民黨 五年級的 我們知道五年級的其實再過幾年 就應該要往後退的呀 他的六年級在哪裡 他的七年級在哪裡 沒有阿 這製造星 如果不是因為有機會上電視 他還不會被韓國瑜看到 所以韓國瑜總統輸了 但是把製造星找去當新聞處處長 然後呢 沒了 所以國民黨的問題在哪裡 先不要講 他什麼時候給年輕人機會 蔣經國的時代有 刻意培養 所有檯面上這些人 哪些人跟 不是蔣經國時代被拉起來的 拉到用到現在 然後再講 戰鬥籃 戰鬥籃那麼講 這一招其實選舉的時候 已經用太多年了 雙北加桃園 你喊戰鬥籃有機會 為什麼 這本來就藍軍大本營 可是你到了中南部裡去試試看 人家不需要喊戰鬥籃也是會當選 可是你沒有加入戰鬥籃 好像你就不戰鬥耶 這很容易扣帽子 我不是說扣帽子 我說很容易扣帽子 好 可是反過來講 在雙北的 尤其是在台北市的 你不加入戰鬥籃試試看 你不加入戰鬥籃 表示你不戰鬥 他沒有說你不可以 你不加入 但是你不主動去加 那表示你有問題 道德審判 所以政治遊戲是要這樣子看的 關鍵不是很戰鬥籃 是你沒有進去 你就不是 那趙阿康憑什麼有力量 他有廣播 他有電視 他有網路直播 你不能被趙阿康討厭 萬一你被他點名 明年市議員要選舉 你會少很多選票 可是我還是那句話 你到了中南部 你喊戰鬥籃你就能當選嗎 不是 只要看你有沒有派系 地方派系 有地方派系 不一定 但是你如果在雲林縣 雲林縣管理什麼戰鬥籃 雲林縣是要張家 或者你家裡 在鄉鎮裡面 本來就已經有一席之地的人 你如果在台中 台中市以前還有黃福星 那因為 現在我不曉得台中市的狀況 這個眷村改建的部分 還能夠撐幾席 可是在台中縣的部分 縣區 當然是看你有沒有派系 跟你是不是年輕 你是什麼黨不重要 是看派系 所以戰鬥籃這件事情 年輕人這件事情 國民黨早就沒了 為什麼 因為黨主席換來換去嘛 我培養的到最後誰拿去用 還有我有沒有能力培養 反共這件事情 從2005年 連戰當黨主席破兵之舉之後 就沒了 2005年以後 哪有聽過我反共這兩個字 早就沒了 反共這件事情 從2005年 連戰當黨主席破兵之舉之後 就沒了 2005年以後 哪有聽過我反共這兩個字 早就沒了 那你看看所有這一切國民黨的事情 國民黨現在就是沒有領導 然後從2005年連戰破兵之後 他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而且他常常自我矛盾 我再用趙大哥做例子 蔡英文總統其實8月底的時候 在凱達論壇的時候 在說世信會議都在講嘛 他講說那個 那個就是說 台灣不走武力對抗嘛 要跟鄰國和平共存嘛 聽到鄰國兩個字 膝蓋反應嘛 怎麼可以叫鄰國 那 我們跟大陸是鄰國關係 那不是兩國論 所以他下了一個標題就是叫 兩國論的快散族 那是8月底 你知道9月3號馬英九 我們前總統馬英九講了一句話 因為九三軍人節嘛 就是要備戰 要備戰 然後要避戰 那這邊又講了一句話 自己的國家要自己救 用同樣的邏輯 你不能用鄰國的話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那自己的國家 那我們跟對面是什麼關係 我們是國家 那對面是什麼 叛亂集團嗎 對面也是國家 那馬總統講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沒有兩國論的問題 蔡英文講就有問題 然後就講說為什麼 蔡英文事實上在搞台獨 所以馬英九總統不是在搞台獨 所以他可以講我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是這樣子嗎 你這樣講到最後腦筋會打擊為什麼 那我們在台灣選什麼 你不是在選立法會員 你在選的是 你在選的是哪裡的台北市市長 你整個會錯亂 不管1949年前是什麼樣子 現階現在的現實狀況 台灣就等於中華民國 你如果老是要在台灣跟中華民國裡面打結 就會變這個樣子啊 然後你一看到中華聯盟共和國 中華民國就不見啊 對 不是嗎 你只要遇到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主動想 我們就不談中華民國 就說 為什麼 就迴避爭議 迴避爭議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他大你小 他中央你地方嘛 因為他永遠 稱你為台灣地區嘛 對 那這就是現實啊 嗯哼 你花了 你從2005年連戰破冰走到今天 這個不用 這種事情我不用解釋 我不用解釋 大家都懂 所以 國民黨的問題是在哪裡 國民黨照顧過年輕人 趙沙康就是 可是經過了四十幾年 還是趙沙康在影響 然後呢 然後呢 年輕人呢 在國民黨的年輕人 一定要找